俄乌冲突一年以来 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访问过乌克兰 那么美国总统最近决定要去一趟波克兰 和乌克兰总统见面 那么这个事呢 我们今天就要说到说到 俄乌战争近一年以来 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访问过乌克兰 而乌克兰很希望他来访问 那美国政府一直以不安全为由 没有是总统去访问 那么真的是不安全吗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 首先呢 美国的这个态度 很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这个判断 或者是俄罗斯的重大的反弹 所以美国不想激怒俄罗斯 这是我认为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认为 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的几率太低 所以 这个将影响到总统的声望 明年啊 2024年又是大选年 所以他轻易不会踏上乌克兰的土地 我觉得这两点才是拜登最重要的考量 那么拜登这次去了波兰 大家都认为他是去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的 去乌克兰不方便 那咱就去波兰谈吧 反正现在挨着挺近的 挺方便的 对吧 但是这里边呢 也有一种战场形式导致 就是他一年都没去 为什么现在就去了 因为战场形式的变化 对乌克兰非常的不利 俄罗斯很很可能 随时会把乌克兰打得 胜渣渣的 所以呢 美国为了防止整个乌克兰战线的崩溃 防止其利用 乌克兰消耗俄罗斯这个战略的彻底失败 甚至是防止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 军事方面的霸权 被俄罗斯给击垮 那么他就必须的去一趟 当然了他还是不敢去乌克兰境内 波兰呢 也有想法 去波兰也是有想法 波兰在这个北欧东坑以后 是美国主要扶持的国家 因为整个东欧地区实力最强的 也就是波兰 别的都不怎么样 而且呢 波兰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喜欢投机 但是呢 这哥们好像命不太好 历史上三次亡国 但是运气还可以 又重建了 那么美国拜 美国总统拜登去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的重要的考量 就是什么呢 如果乌克兰真的拜了 美西方的B计划里边 必然有波兰 大家看我前面那个视频有讲过 美西方的B计划是什么 就类似于叙利亚 以色列充当那个角色 就是波兰 会对这个整个的叙利亚的局势 进行影响 波兰呢 会对整个乌克兰的局势 进行影响 而且呢 波兰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想要 乌克兰西部那块土地 历史上曾经是他的土地 欧洲的版图是很混乱的 大家可以去看 欧洲这个 每过几十年的版图就变 都是在变的 所以呢 波兰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重要的下一个旗子 下一个旗子 大家听懂我这话 旗子或者叫工具 都可以 那么有人 近期呢 大量炒作说 俄罗斯的这个谈判问题 俄罗斯前一段呢 尤其这个 副外长提出了这个谈判问题 俄罗斯呢 所列出的谈判要求是什么呢 一 不要给我设置什么先决条件 二 按照现在的现实情况聊天 就是告诉泽连斯基 这个吧 你别提前设条件 我得怎么怎么样你才谈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看看现实 啊 咱们现在站到哪了 啊 我站多少 你站多少 就这么聊就完了 你别整的没用的 还我撤兵 你那不做梦的吗 你回去呢 拿门多夹几下脑子 你好好想想 那种东西我能撤兵吗 那不可能的事 当然了 大家都在怀疑俄罗斯 其实是在大 大规模进攻之前 放出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理由 就什么呢 我有和平的意愿 我找你谈了 但是你不谈 因为俄罗斯很清楚 乌克兰肯定不同意 乌克兰是肯定是不同意的 他要是同意 这战事早就完了 就到不了现在了 早就完事了 所以呢 所谓的俄罗斯提出的谈判呢 我为什么前两条不愿意讲呢 就是这个没多大意义 没什么意思 现在呢 美国总统来了 到了波兰了 鼓励一下乌克兰 又给 又给这个波兰打一针鸡血 给乌克兰整点兴奋剂 然后呢 没准波兰直接 直接把乌克兰西部 一部分给占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选项 但是 我们不得不说 但是 波兰这个机会主义的 历史上三次亡国 那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 他三次亡国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很有规律的 这个规律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 大国的统帅的眼神 和脑子里边 在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没有波兰 那么 波兰这个倒霉名字 那算他倒霉 我们希望的是 不只是眼神和思想里边 没有波兰 我们觉得如果波兰敢跳出来 那我们希望现实中 也不再有波兰 再见